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大流氏王第四年九月 就是祭司流月初四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 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瑟和利坚米勒 并跟从他们的人 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并问万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 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摘戒 现在还当这样行吗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 说 你们这七十年 在五月 七月 禁食悲哀 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 你们吃喝 不是为自己吃 为自己喝吗 当耶路撒冷和四伟的诚意有居民 正兴盛 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 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 你们不当听吗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 万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 要按治理判断 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 不可欺压寡妇 孤儿 寄居的和贫穷人 谁都不可心理谋害弟兄 他们却不肯听从 扭转肩头 色尔不听 使心硬如金刚石 不听律法和万君之耶和华用灵 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 故此 万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曾呼唤他们 他们不听 将来他们呼求我 我也不听 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 素不认识的万国中 这样 他们的地就荒凉 甚至无人来往经过 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 天父指出百姓们 之所以进食并不是因为谦卑敬畏的心 而是有目的性的 想要让神快点息怒 让生活赶快恢复成自己要的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选择跟随神的教导 去爱人帮助人呢 这样不是才更合神的心意吗 亲爱的朋友 注重教条和仪式之前 不如先跟随天父的良善与教导吧 相信 他真正喜悦的 不是宗教的行事 而是我们真的放下自己 跟随他去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苏 求你赐给我明亮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真正看重的事 也求你保守我的心 不依靠宗教仪式 而是全心跟随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全心跟随耶稣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